被受国际瞩目在台东金村渔港举办的 2022年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男女子积分赛 经过七天的激债 19日冠军出炉 澳洲选手Javis Earl获得男子短板QS3000积分赛冠军 日本选手Nanaho Suzuki登上女子短板QS5000积分赛冠军宝座 赛事从13日开始连续进行七天 期间浪框预报为3到4尺是冲浪的绝佳时机 以让现场民众或是线上观众都能清楚观赏选手精彩表现 男子的是QS3000 也是今年的算是最后的一次的积分赛 虽然很多国际的选手 他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国际的积分赛 能够帮自己争取更多的积分 进而能够参加世界的总冠军或是CS的比赛 所以对于这次的竞赛而言 其实吸引了很多国际的高手来到台东 被誉为名誉之心的Javis Earl和澳洲籍选手Riv Haleswood 顶进男子短板决赛 在多次腾跃动作后 Javis Earl积极表现 让他赢得冠军宝座 新唐亚太电视 廖立芬 陈月秀 台湾台东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